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旅游Follow Me 我是主持人之一 来自阿根廷的外面男人Eric 大家好 我是另外一位主持人 单车达人小滴 好 小滴问你一下 你除了是单车达人 听起来很厉害 还是业务对不对 对啊 那你应该处理过非常多机票 当然 小case 那你有没有帮小孩子 两岁以下小孩子订过机票 有啊 蛮多的啊 而且超便宜 都去哪里 去很多耶 大部分都是去短线的 因为不想折磨小孩 大家都是去东北亚啊 比较多东北亚 便宜是多便宜 大概就是大人机票的一折吧 所以那个两岁以下小孩爸妈赶快带出去好吗 可是呢 爸爸妈妈你们到底是要把握这一折机票 但是呢 你可以忍受就是带着这么小的baby出国旅游吗 这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 对啊 我觉得就是赌注啊 赌盘啊 乖还是不乖的 因为像我带团去 我曾经在马丘比丘上面 就是快三千公尺的高山上面 南美洲安丁山脉上面看到爸爸妈妈 就是男生啦 主要就是外国人就是西方人 他后面背一个在前面在背 就是前后就是两个婴儿这样子走那个三层 啊 那小孩呢 小孩在挂人家睡觉 整个头上在睡觉 小孩崩溃 我觉得那很酷 大概就是为了想把握这个机票吧 但是到底值不值得呢 我以后生小孩子我应该是两岁以内 应该是不太会想到他出国旅游 好可憐 苗小花你两岁以前不能出国 苗小花不要出国 而且他出国其实他没有那个回忆啊 也是也是 对不对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是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那个来宾是不是很厉害 超强 我们请了两位这个我们熊市集团里面的妈妈们 非常厉害的妈妈为我们分享就是 全世界出国旅游哪里最适合带小朋友出去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爸妈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期 让我们分享我们的来宾好吗 好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Celine 还有我们的Nana 哈啰 大家好 那我们就先由Nana来介绍一下就是 她是在熊师在做什么 我是Nana 然后我在熊师这边是负责日本观光局在台湾的行销 所以如果你要去日本玩去哪里好玩问我就对了 咱一定会讲日本对不对 对 一定会 哇 你刚刚讲错的名字是Coline 你不是Celine 对啊 是Coline 对不起 我不要负责 我不要负责 回来 对不起 帮我换掉主持人 换掉主持人 下集没有我了 好 那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 大家好 我是Coline 我现在负责的就是欧洲县的那个产品企划 那同时也是一个还在育儿之路沼泽当中翻滚的妈妈 跟Nana应该是同病相连 同病相连 我问一下你们小孩爹几个而且几岁 我有一个儿子然后他现在一岁半 一岁 哦 辛苦了 还可以有一车机票的时候 还有 但是现在出不去了 我想哭 那Coline呢 我的是一个女儿两岁 快三岁了 快三岁了 对 我觉得像我妹妹 我大妹妹我两个妹妹 大妹妹她有两个小孩一个是男是一个女生 然后我大概觉得啊 三岁到六七岁的时候 你就是最可爱最听话的时候 开始懂事 然后开始听话 我个人觉得啦 应该是最崩溃的时候吧 对啊 你相信谁也好 我觉得她好像太对了 女儿跟儿子不一样哦 他们恶魔的时候 他们恶魔的时候 他们恶魔的时候你应该没有看到 真的 过得我妹妹白头好都出来了 皱纹都长出来了 好啦 听说你们为了我们 特别站在旅游业 从业人员的这个角度呢 为我们一定有这个五大 比较适合去的这个 从台湾出发啦 适合去的一些 目的地 对 带小孩子去的目的地 是不是 花了多久时间做这个清单 大概两个月 大概两个月 五分钟五分钟 就刚刚就说 算是谁姐 没有啦 这个有经过我的这个确认 当然 像我负责中南美洲的 产品气候嘛 中南美洲绝对不适合 因为搭飞机就搭三十个小时 所以基本上我刚才想说 日本应该是有入围 对不对 一定是的 当然我想听你们这个好介绍一下 那我们从第五名开始好不好 好 第五名你们觉得是什么地方 第五名就是要跟大家推荐的 就是瑞士 那首先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 其实瑞士是国人 算是比较喜爱的热门的女游目的地之一 因为它 因为它其实呢 第一个是它有很多很丰富的自然景观 像很多山啊 比方说马特洪峰啊 或者像女峰啊 或者铁力士山 大家都很知道 另外就是瑞士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适合铁道旅行的国家 因为它境内有非常对非常密集的火车的那个网络 井观列车 对就是他们其实火车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个交通运出工具而已 还有很多就像刚才小弟讲的就是很知名的一些井观列车 但是为什么我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要带小朋友去瑞士呢 其实都跟刚刚讲的以上这些无关 没说无关 从台湾飞去瑞士要多久啊 你要十几个小时 天哪 那小孩要去搞定小朋友在飞机上死 对就是幸运的是我女儿还算是蛮天使的 就是在那段过程当中没有太 就太让我崩溃 很厉害 所以我还蛮感谢她的 对还算蛮天使的 我每次在带团的时候看到那种空姐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真的能拿出来的玩具 格西都秀出啊 对一定会 很像砸船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先听 因为我也超级多大飞机 然后遇到婴儿想要 打他 但是我想先听为什么瑞士 瑞士怎样了 好 其实呢我去瑞士的时候最重要想要跟大家分享 瑞士的当地人他们对小孩是非常非常激度 无条件的友善 就是不管你的小孩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用什么样的方式哭闹崩溃吵闹 他们都可以就是完全的包容跟宽容 不会对你有那种把你牵啊 或者是台湾的小孩就是 对啊 怎么那么吵啊 完全不会 然后他们就是很友善 而且他们就会觉得小孩哭闹其实是很正常的 就是反正就是很正常一件事 小孩反正就是会哭闹反正就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我觉得爸妈是可以相对来说 比较情绪不会那么紧绷 因为你知道 当然我们带小朋友出去 最怕的就是说出去了 然后小孩崩溃 然后吵到别人 然后别人就会克诉 真的 对真的 所以其实你去瑞士的时候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非常的友善 而且他们有时候甚至会很热情 而且很有礼貌的来询问说 你是不是要帮忙啊 甚至有人来帮我们搬行李啊 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外国人 他们会直接来问说 你的小孩是不是肚子饿了 其实我有饼干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其实瑞士是很适合爸妈带小孩去的 因为你们在旅行的过程中不会有那么大的精神紧绷的状态 对 所以它是一个自然酒量丰富 会就是很舒服 心情就会很好了 然后再来就是交通方便 刚才提到可以做铁道旅游 再来就是当地的人非常的友善 感觉是还不错 还不错啊 没想到就是可以去这么远的地方 我没去过瑞士啦 所以 你可以带苗小花去啊 他说两岁之前不去 两岁之前不去 没关系 等一下节目录完 我要再问一下苗小花可不可以出国 我们进去看看有没有Top4啊 第四名 第四名是什么 第四名是哪里呢 谁要讲 我这边 对 对 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 第四名就是韩国 那为什么会介绍韩国呢 其实 我们旅游又会分就是所谓的 可能两岁以下 因为机票免费嘛 只要付税金就好 跟两岁以上比较 比较要付就是小童票的 那韩国呢 就很适合就是比较 年纪比较长一点的 比如说可能是幼稚班以上的 因为韩国有非常多的一些乐园 比如说像是爱宝乐园 它有其实韩国迪士尼支撑 对 所以如果日本已经去腻了的话 就是可以先去韩国 玩一下就是体验一下 比如说还有乐天乐园啊 然后另外的还有在吃的部分 可能大家也会特别需要 就是多注意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中 韩国的食物也是比较 很辣很重口味的 对 但是其实韩国有很多 比如说像是 它很有很好吃的一个叫鸡蛋糕 哦 这我知道 对 就是它鸡蛋糕只有一颗 可是它里面会放一个 就是生鸡蛋放进去煮 对 非常的好吃 那有可能会觉得说 哎 在台湾也有 我告诉你 不一样 真的假的 台湾真的有在饶河夜市 我们公司附近就有 真的不一样 你干嘛打枪人家来宾啊 真的不一样 一定要在韩国吃 我听起来我好想吃 真的好好吃哦 对 然后韩国还有很多像类似 像是卡卡托克啊 有Rion啊 或者是像是Line Friend啊 都是总部都是设计在韩国 其实有非常多吸引小朋友 注意的一些卡通的玩偶啊 所以其实大人也会喜欢 小孩也会喜欢的一个地方 听起来真的很厉害耶 韩国好像可以接受 因为大飞机算是 近的啊 大概三个小时就到了 三个小时内就可以到 三小时应该可以搞定 蛮棒的 对 而且重点是有一些 它的乐园 其实它也是大人小孩都适合 在把小孩丢到乐园之后 大人可以去干嘛逛街 超棒的 丢包最好地方 好啦 第三名呢 第三名呢 就是泰国 为什么会接到泰国呢 当然就是你要先找一个 非常顶级的饭店 比如像是W Hotel 因为泰国的五星级饭店 是全世界最甜蜜的地方 所以选了一个有那种 湖畔啊 游泳池 然后一整个下午 就跟老公 小孩在湖畔里面 这样子游泳玩水 非常可以放松 那其实我还特别建议 他在幻想 等一下 他在幻想 有有有 他在幻想 他今天戏份怎么那么多 可是泰国不会太热吗 谁就一直泡游泳池吹冷气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 就是比较大的小孩 就是可能 我觉得幼稚园 大概四五岁开始就可以了 就是其实日本 其实泰国呢 在最近这几年呢 一直都是有在 推他们所谓的古城之旅 所以他们花了非常多的经费在建设古城上面 那我想要推荐一个地方叫墨利之城 它是位于曼谷的北部 那其实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个你进去呢 你就是可以先选择换以前泰国的传统服饰 而且只要200泰铢 你可以穿一整天 对你可以穿一整天在园区里面拍照 但其实不止这样子哦 你以为就可以开始进去里面买东西了吗 no no 我们还要先在服务处兑换我们的古币 就是泰国以前的传统古币 对小孩也有衣服 婴儿也有衣服吗 婴儿就不要这样讲 婴儿就是坐推车 对婴儿就是在推车 基本上不知道只是有婴儿我不会带去古城 也是啦 对太乐了 所以可以换钱 要换钱才可以买东西 要换钱 不能用泰铢吗 不行 全部里面都是用他们的股币才能去消费 对 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个地方很好玩 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台湾可能有小人果嘛 其实泰国也有小人果 只是泰国是大人果 因为泰国的大人果有一个地方叫做古都76府的 它把整个泰国的一些境内的一些寺庙啊 遗迹啊 宫殿把它变成比较小一点的模型 但是我们人是可以直接进去参观的 对 所以它是一个融合 就是你可以去泰国你就去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把泰国整个全部的景点都可以看到 好方便哦 所以只要去那里就好了 对大概一天 虽然可能一天也还不够 但至少一天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泰国景点 对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文化上的体验 对小朋友可能也会蛮有兴趣的 对啊 我刚才同样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两岁以下的机票 那如果像这几年是比较适合 带两岁以上的小朋友 业务那个机票多少钱啊 机票一折啊 两岁以上 两岁以上 两岁以上其实就是小朋友的价格 小朋友价格是 小朋友价格其实就是大人的机票 大概就是七折到八折 那也七八折 是不是 便宜一点 我看起来是会给你杀价的吗 你对我这样子 我会给你杀价 七八折带 再多断你七百 好像是可以啦 我好像可以接受 好 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谁要讲 第二名我要讲 就是很著名的叫做长龙海洋王国 他其实是在深圳 其实刚才前面我没有讲到 就是很多父母带小孩出去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长途飞行 所以其实周边的国家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那长龙海洋王国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他就在深圳很近 那为什么要推荐长龙海洋王国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 比较大型的海生馆 然后呢里面又有一些游乐设施 所以其实大人有大人可以玩的东西 小朋友有小朋友可以玩的东西 那我觉得它很特别的就是呢 有一些海生馆 其实他们是没有那种喂食的 就是喂食体验 但是长龙海洋王国是有的 所以你在里面可以喂食什么海狮啊 海豹啊 然后还有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触摸池 对小朋友可以去摸那个什么海 对他蛮喜欢摸的那种体验 有考虑过海 那个海神他们的感受吗 对 所以你在带团人去参加那种就是触摸型 你会考虑他们的感受 会会 不好意思我打个岔吧 我带大家去加勒比海 然后去看一些那个什么海豚的时候 海豚是可以抱可以骑可以怎样 我都跟他们讲很非常故事 结果大概整团里面 百分之九十人都不会去做这个活动 然后百分之十要去做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很都是罪人 都会很残忍 对那时候海豚他鼻子都抹破了 因为他一直轻一直轻轻轻轻轻 轻到破了 对对对 好可怜哦 对啊是不是 没有关系抱也继续 好那我们就换下一个 还是就换下一个 对我们就 就不去了 对不去了 你单摸一摸可以也可以 只能摸一摸 对对对 只能摸一 苗小花你只能摸一面 你只能看你不能摸 苗小花好惨哦 但的确小孩子都喜欢动了 对那我觉得如果你说 不要摸什么我觉得其实他很推荐 还有一个就是他旁边 其实就有一个企鹅主题的饭店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在里面吃饭的时候 你就看到企鹅在旁边这样游游 哦很可爱 所以其实这真的很适合合 荷家大小一起去的地方 对我觉得好像不是小朋友 大人去好像也 你很开心吗 对啊就吃个饭可以看到动物啊 对对对 这才第二名对不对 对第二名 那我想第一名一定是日本对不对 第一名日本 Muchiro Muchiro Yakami日本 对 其实基本上呢 日本呢我觉得他整个全国都非常适合亲子 重点是因为他离我们很近 那当然我觉得日本最主要的亲子地 不用多说了一定是首推冲绳 对 因为冲绳从台湾到冲绳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45分钟 45分钟 超级 超级 你觉得小孩要开始欢迎的时候就到了 真的 而且餐到还没送来的时候 还没带欢的时候就到了 对 所以就是冲绳是最方便 而且其实冲绳近年来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亲子的首选 对 所以其实冲绳开了非常多的亲子饭店 对 所以亲子饭店就是考量到了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晚的了 那晚的部分呢 其实冲绳首推的就是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特色公园 而且冲绳的公园就是长溜滑梯 对 除了就是长溜滑梯之外 他可能还有配比如说有沙坑 有水池 有各式各样的 有不管年龄层都可以把它放到里面去放电的 我跟你讲 放电这种东西对父母来讲非常重要 太重要 要不然苦的是你自己 能不能够晚上去喝酒 要靠这一次 对 因为你白天放电 你晚上就是小孩子搬倒之后 你就可以happy了 自由后到直接 happy 对 而且就是除此之外 冲绳的自驾也非常的盛行 对 因为小孩子怕吵 然后如果你又带小小孩 你有什么奶瓶 推车 尿布 各式各样的你基本上自己收拿非常的辛苦 所以整个日本来讲其实年纪整个范围全管的冲绳是最适合的 但其实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其实去九州坐特色列车或是JR四国四国有所谓的面包超人的列车 对其实都非常适合因为当然东京就有迪士尼了不用讲就是海洋跟路上都有 那北海道也是要走大自然清净的环境 所以整个其实日本来讲对于小孩对于大人来讲都是一个最低一名的地方 sciko 很冷气 我觉得 讲到我大人我都想去了 没有想到可以出国了是不是 可以出国了吗 先去冲绳 冲绳对我想去 冲绳可以去 你有没有跟小朋友出国的经验 我有带过就是我子子出国过啊 对就是有我觉得真的冲绳还蛮适合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去冲绳这都很多公园啊 然后你完全自身事外啊 然后去拘酒我一样走我的行餐 这又不是我生的 好啦这个我知道你又肚子饿了要吃东西 没有我跟你讲我这次要点餐 刚刚有讲到韩国的 我这次帮你们点好不好 帮我点了吗 因为这次好像是很少数就是一集里面有三位女性 就是两位来变女生然后主持人的女生嘛 对不对 所以插不出来 对插不出来 刚刚这个话 所以呢这次我们不会点什么餐 就是正餐 然后帮她点了甜点 耶 高级点贵妇好不好 就是要犒赏一下我们两位妈妈 谢谢 我要哭了 开心了 谢谢大家 好 请上 请上 噔噔 给你们看 给三位贵妇准备的下午餐 哇塞 虽然是晚餐时间 真的应该是我吃过最甜的那个蛋糕 最甜美的蛋糕 开玩笑 我这个花了多少钱帮你们准备的 真的 前面几几真的都没有那么甜 好啦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听说是我们公司的这个 对 这是我们就是GanaEat的蛋糕 非常厉害 又回到GanaEat 而且它这个厉害 它只能在店内使用 你只会讲厉害的对不对 没几口头 口头肠 不能吗 这真的很厉害 这不厉害吗 厉害厉害 不厉害 厉害吗 好 请说请说 好那最左边这个厉害了 厉害厉害 厉害 我好像每一集都很厉害 这个我还吃 这是什么 胡萝卜蛋糕 对这胡萝卜蛋糕 多少小朋友 多少就是大人不敢吃胡萝卜 把它全部mix在里面 让你看不出来 然后呢没有胡萝卜 真的没有胡萝卜味道 对 可是里面充满了胡萝卜 一根 胡萝卜不到几根啊其实 好那这胡萝卜蛋糕 这个呢 起司嘛 这个鸢 对 而且这个是来自哪里 我不知道 纽约 它名字叫纽约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蛤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因为你头一次请我吃这么甜的东西 跟我一样甜美 特别骂出帐号 不行 所以是纽约起司蛋糕 对纽约起司蛋糕 这个是巧克力 它连名字都有要设计过 这个是海盐焦糖巧克力 它真的海盐在里面 对我觉得刚刚叶藤的名字很特别 都要五个字以上 哈哈 我们的那个都要五个字以上 然后两杯饮料 对两杯饮料 不喜欢的 就是很厉害 是黄色的是莱姆 凤梨莱姆 对啊 凤梨莱姆 我们通常点都会直接讲说 我要黄色 我要紫色 我要紫色 对 紫色的话是我们的那个甜跟菜 甜菜跟 甜菜跟 然后还有我们的蓝莓 对 它蓝莓混在一起 对它蓝莓混在一起很厉害 那两位妈妈们请想一个 你们要吃什么 我要先喝一口 谢谢 好啊 蓝莓啊 来来来来 很棒很棒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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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ric我可以吃哪一个 你就吃剩下的 剩下的 很好喝哦 我们可以喝咖啡 很新鲜 是不是 浓浓的水果味 对 然后其实刚才听说现在是有 UberEats的服务 但是蛋糕没办法 没办法 来店里吃三家店吗 内部总公司一楼 我家对面 南港那个软体园区里面有一家 然后还有不软体园区啊 这个中国信托那边的那个园区 然后第三家一定很多人有经过 就是台北市的人爱远环那边第三家 王美打卡金店 王美打卡金店 好啦 你们先吃啊 不要客气 不用客气 我们一起聊 再继续聊 我对因为刚刚讲了五个地方嘛 但是我发现这五个地方 因为是从台湾出发 所以远的地方比较少 最远的就是瑞士 我发现有一个西方 跟四个东方 四个东方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东方 虽然我来自阿根廷 但是东方家庭 西方人教育小孩长 真的是比较随 怎么讲随性一点 然后就是让他自然的就是 放任在那边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那东方人好像又是另外一种方式 有一点点宠爱吗 应该是比较满足小朋友 有需求 对对对对 那如果可以选择 你会想当东方小朋友 还是西方 我现在还来得及选择 我想选西方小孩 怎么办 我爸已经把我认为东方 你是西方 你要当西方吗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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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当东方好了 西方小孩 那你想问看为什么我想当西方 你问我 你问我 你为什么想当西方 因为我觉得西方的那女生都比较高挑 身材又比较好啦 那你赶快当西方小孩 对对对看来不来得及 好啦你想当西方小孩是东方小孩 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喜欢这个单元呢 记得要怎样 点阅 按赞 分享 旅行follow me 我们下次见 拜拜